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啊 开始做这个机器人炒币了 现在一天大概挣100多块钱 可能200左右吧 美金 那通过这个一个礼拜的机器人炒币 那我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想啊 感觉的呢 这个机器人炒币呢 它就是一个团队在作战 一方面呢 是我啊 我呢 要拿钱啊 出来 要给别人钱 另外一方面呢 别人收了我的钱 提供一些服务给我 交易所 他拿提成 我买一笔 他就这个有一笔交易费 卖一笔一笔交易费啊 这个我现在用的是Coinbase 那Coinbase收了我的钱呢 他负责的东西就是选择优质的虚拟币 不能够呢 这个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币 什么空气币啊 这个我花了一万块钱一下变成一块啊 这样的币不能要 这是这家这个交易所啊 需要给我提供的服务 当然呢 交易所呢 现在还在美国政府的监督之下 在纽约州政府的监督之下 所以呢 这方面呢 让我们的风险呢 相对来说呢 要降低很多啊 那你可以找个百倍币 那不要想着找个万倍币啊 万倍币呢 是发财的地方 但万倍币的风险也很大啊 所以呢 找一些相对成熟的币 第二个呢 是机器人下单啊 这是团队的核心力量啊 就是机器人 他来下单的 他说了算 你设置好了啊 他就按照你原来规定 就给你买 给你卖 挣个一分两分也行 挣个一块两块也行 挣个四块八块也行啊 他反正就是说呢 他不是辛苦的给你下单子 这就是他要做的工作 但是只仅此而已 他呢 不提供数据 还有一个推定呢 是专门提供数据的 当然除了推定 还有别的公司啊 就是专门提供数据的公司很多啊 他们 我现在用的这个 3CAMAS呢 用的是Trading 那别的机器人呢 可能用别的数据 或者是有的呢 可能还有一些数据的选择 这Trading这个数据呢 应该是呢 比较权威的一个数据 它呢 来提供 你到底要买还是要卖 那我们的判断呢 可能不一定呢 跟Trading提供的数据 呃 完全一致 那Trading提供的数据呢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准确 我现在觉得呢 跟我开Uber的时候呢 这个谷歌的导航 或者是Zer的导航啊 或者是这个Uber本身带的导航差不多 有时候呢 他说去20分钟 结果呢 路上堵了 结果去了40分钟 但这种情况呢 不多啊 1% 那当然Trading他提供的数据呢 应该说呢 60%的呢 是准确的 有30%即使不是很准确 但呢 不会带来大的影响 真正有影响的数据啊 错误的数据呢 大概呢 应该是在10%之下啊 就是很少的部分 即使这10%的错误数据呢 他呢 也能够做一些及时修正 我们自己呢 因为都是一些小单子 这个挣个三块两块 那个挣个三分两分 对我们的影响不大 所以呢 即使出现错误呢 也不做重点考虑 重点考虑的就是大饼和以太坊啊 这两个数据呢 我们要比较把握一些 当然除了听Trading提供的数据呢 另外我们呢 可以通YouTube啊 通一些群里啊 通一些熟人朋友啊 听取一些专业人士一件 像我啊 经过了一个动荡周期 一个牛市熊市啊 现在进入第二个牛市熊市 人家有的呢 经历过四波了啊 十几年了啊 他们懂的呢 比我们懂的呢 更多啊 所以说呢 可以听取一些他们的意见 当然呢 还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最后呢 来下决断啊 大的方向啊 比特币以太坊的方向不错 其实一些杂 一些山寨皮 即使呢 出现某些失误 赔了个三宝两宝的 七把呢 我们都不用做一个考虑啊 谢谢大家